在吉安乡开业40周年的雅信烘焙坊 感谢地方乡亲常年支持 特别捐赠40万元 要帮助吉安在地弱势乡亲 同时也号召更多的社团公庙和企业 总共募集了100万元 帮助吉安乡有291户中低收入户家庭 及411位的儿少孩童 乡长游淑珍特别感谢企业回馈地方的善心一举 在吉安乡开业40周年的雅信面包 感谢地方乡亲常年支持 特别捐赠40万元 要帮助吉安在地弱势 同时再号召更多社团公庙和企业 总共募集了100万元 回请乡公所通知低收家庭来领取 因为我出生第一次在瑞瀉 40年前我开亚信峰北店 坐落在我们吉安乡一直以来 平常也照顾我们低收入户 趁着我今年40周年庆年 配合店里做活动 捐助了40万 给我们乡公所做我们低收入户的爱心捐助 来配合我们好几个社团 一起参加 感谢我们乡民对雅信长期的支持 感谢 吉安乡长有属珍特别颁发感谢状 感谢企业社团的爱心捐助 谢谢我们所有的社团企业以及公庙 益住吉安在过年前 百万的捐助给我们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以及我们单亲的独立低收家庭 这一次我们有别于余网 我们利用现金来取代物资 谢谢我们雅信企业李友南 董事长 周年40周年庆 捐助40万来做开端 挹注了母娘慈悲 公庙的关怀 还有个人企业 以及善心社团的一个爱 来分享吉安 100万元善款帮助了吉安乡 291户中低收入户家庭 还有411位的儿少孩童 实质的帮助让弱势民众能够温暖过新年 介络会吉安乡报道